2022 年的回忆是啥,我就是两个字,成立,是你呢? 那我两个字就是刘聪啊 哈喽哈喽,你好,你为啥要联我呀? 我觉得你长得帅,脸脸看看 那你现在可以喊我绿绿宝宝了吗? 我不想跟别人喊重复的 昨天晚上就是我跟小飞飞打游戏打到了凌晨三点钟 然后小飞飞跟我说她从来都没有那么晚睡觉过 也没有陪一个人打游戏打那么晚 所以你的意思是想让我把心纸放在你一个人身上 就可以多放一点在我手里 你的意思是面见了就会有可能在一块儿了? 可能性会比在网络上大很多 我听我心,我心听你的 那如果能玩呢? 你以后会做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坚定的人吗? 会 感觉其他人都是放的就你是原的 我就要喝,我喝死我自己 天肉友情不会让有心人分离吧? 如果今天确定说的话,以后都反悔不了了 在这个互联网上,已经这么多人看到了 真的吗? 应该意思 反正你今天不开心情绪你不跟我讲 我才觉得你没有把我真正当做一个半... 那他不是说可以签那个啥吗? 你说可以签那个什么? 就是,除了实际亲属外了 以后就是,要什么大事情也可以买签字 对啊,那个是叫什么协议来着 你想给我签那个? 可以啊,真的啊,真的 不想签 你是我花了很多心思才道道的 是我花了很多心思才勇敢去爱的 我们俩位昨天,最近规划了可渡 还规划如果稳定的时候 稳定到一块买房 一块买房 再去分不开 我想不出我不爱你的样子 我们会幸福的 嗯 会幸福吗? 会啊 会 如果变成六岁的老头 那说明我们人是爱了很久啊 我只要在你旁边,我说什么也可以 只要你们放手,我就不会放手 我会一直,一直好好的爱你 我要,我要永远属于你 我要属你一辈子 我一辈子输给你 我一辈子输给你 一辈子吗?你可以讲一辈子 对,我在你面前没有胜负欲 想你们了 我想你了 我喜欢你,嫁给我 如果你觉得两个月太快的话 我希望就是你的余生可以考虑考虑我 你每次说你想我,我就下一声想说我爱你 你知道你想我的说我也爱着你 感觉我的每一个点都有落脚的地方 我希望值,我跟你拥有的第一套房子的钱 还有一种,我就只值13块钱 因为一张结婚证是值12块钱 我今天可开心,我感觉我们是有点假,感觉越来越稳定了 你以后你放学回家 你就可以说我要回家了 昨天我下播之后他就突然出现了 本来我以为昨天出不出来 然后他说批了假 但是不代表太久 他说我已经在路上了,我请到假了 他说我实在是太想你了 我现在连夜我都要赶到去见你一眼 现在就算隔着栏杆键里面也可以了 如果说真的只能走 这又可以了 因为我想给你力量啊 不是,我走慢一点 但我们步伐都是一样子 走得慢一点没关系,步伐一致就行吗 步伐一致还是不会走三路 所以那这是爱困住了你 不是我困住了 是你,如果没有你就没有爱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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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